休斯顿火箭在这个夏天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两位铁闸,但莫雷却化腐朽为神奇,仅仅用了140万底薪就拿到了新的风险詹姆斯·恩尼斯,前者两人薪金相加达到了近2000万,而后者相比之下简直是白叹价。 但事实上已经恩尼斯真的要归功于莫雷吗?事实并非如此,在今天媒体日时,恩尼斯在现场接收了记者的采访,她终于是说出了为什么要抵心加盲火箭的真相,这一切都是她的母亲强迫的。 恩尼斯说道,在我成为自由人的时候,有不少的球队打电话给我,火箭是其中的一支,他们对引荐我很感兴趣,有一些球队给我提供的待遇非常不错,我那时候很犹豫,究竟要去哪里? 但我的妈妈却告诉我,去休斯顿吧,你必须要去休斯顿,我认为那里对于你是一个最好的机会。 我说,好的,妈妈,我肯定会听你的话,我这就去休斯顿。 之后,我打电话给了莫雷,告诉她我愿意来休斯顿,恩尼斯妈妈是火箭的超级粉丝,甚至可以说是狂热,而恩尼斯是一个孝子,不过虽然是妈妈指定的下家,但恩尼斯却很高兴,她认为妈妈为她做出的选择很棒,因为火箭确实是一个适合她的地方。 恩尼斯说道,我现在已经有点兴奋了,火箭和我以往的球队大不一样,赢球,他们有赢球的文化,我还没有在一支可以像火箭这样赢球的球队待过,我期待着跟詹姆斯哈,跟和克里斯保罗一起打球,建立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。 我非常激动心赛季能在火箭打球,我也知道火箭为什么要引进我,因为我爱防守,我把防守放在第一位,所以无论教练让我去防守谁,我都尽全力去防住她。 很显然恩尼斯妈妈眼光放得很长远,并没有因为金钱问题,而让儿子去一致弱对效力,在一支强队里才能真正,发挥一个球员的全部才华,因为恩尼斯的防守一直以来都很不错。 但是在三分球上并不是很出色,中规中矩,但火箭主教练德安东米可是最擅长开发球员投篮的教练,一旦恩尼斯在火箭练出精准的三分球,他在明年自由市场上,绝对能为自己赢得一份千万笔上年薪资大合同,毕竟他才28岁,牺牲一年拿底薪很划算。